全红缠世界杯拿第一 418.5分,超陈玉希十几分 207C拿10分登上热搜 2022年跳水世界杯已经比赛开始了 在刚结束的女子10米跳台预赛中 全红缠凭借418.50分拿到第一 尤其是207C这个她之前最难的动作 本次拿到了92.40分 其中一个裁判直接给了10分满分 这也是预赛中唯一的一个满分 1.40分钟 要知道 在之前207C一直都是全红禅最大的障碍 也是因为这个动作多次输给陈玉希 所以在市井赛之后 他的目标就是攻克这个动作难关 从本次预赛中来看的话 确实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赛后全红禅和207C拿到十分冲上热搜 仅仅是预赛的成绩都有如此大的轰动 可见现在全红禅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而陈玉希本次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卫列预赛的第二位 两人之间的分数差距也只有十几分 可见他们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 而其他选手的成绩相对两人来说有点差距 毫不夸张的是在十米跳台上 只有他们两个来争夺第一第二了